激動 馬來西亞航空安排他們 入住吉隆坡這間酒店 現場一度有消息說 馬航會安排他們去到機場等 但一直都沒有證實 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布的夫人 中午前抵達酒店 探望乘客的家屬 有家屬不滿馬航的安排 有家屬對馬來西亞傳媒說 馬航曾經說過 做好前往越南的準備 但就未確實日期和時間 不少外國傳媒都來到酒店 想獲得最新消息 不過馬航在吉隆坡再沒有公布 也都阻止記者採訪家屬 多個自願團體派人來 看看家屬有甚麼需要協助 某人西亞的傳媒都說 他們獲得的訊息不多 有傳媒更加在機場和酒店之間 來回採訪 但仍然不能向馬航確定 有沒有家屬已經前往機場等候 無線電視記者彭國